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來到智庫通設計家這個環節 今次會帶大家去到博富林的智庫花園 智庫花園屬於一個名牌屋苑 而且七八十年代落成 當時的開織跟現在流行的風格有少少不同 今次我們一起來看看 究竟這個智庫花園的翻身又可以怎樣做 當中的設計要點又是怎樣 事不宜遲馬上請我們的設計師出場 Hello Keith Hello Minnie Hello 大家好 我是智一建築師事務所的項目總監 Keith John 我入行已經18年了 由你先介紹一下這個單位 整個單位的背景資料 例如是尺數或開織間隔又是怎樣的 這裡的尺數是588平方尺 原積是三房兩廳 有一廚一次 飯廳和客廳是很傳統女字型的斜角開織 那戶主又住了幾多個人 還有他們有沒有事先跟你說 他們想要什麼設計風格 或者有什麼特別的設計要求呢 戶主其實是一對年輕夫婦 他們的設計要求其實都比較簡單 他們希望簡約一些平實一些的設計風格 希望比較光亮 他們當然想香港地方少 他們需要大量的收納空間 我們現在位處於客廳位置 我們看到這裡也是一個簡約的風格 你又如何在客廳的佈局 或者空間規劃上 營造活著希望想要的風格呢 首先我們現在坐在客廳這裡 其實本來客廳是呈正方形的 如果我們譬如放了沙發或電視櫃之後 其實如果呈一個客廳 就會比較拘束的感覺 所以我們一開始設計的時候 就將廚房和飯廳的位置對調 令到客飯廳可以打造成長方形的 連貫性的一個涼廳的設計 所以令到客廳感覺上亦都比較開揚 如果你都喜歡做運動 想在家裏擺放多一點大型的運動用品 或者一些傢俬的話 你都要預先和設計師溝通好 因為如果你要擺放一些大型的物件的時候 設計師都要幫你預留位置 規劃好的空間 然後才去做個設計 我們有時候提到一些簡約的設計 我會想會不會用多些木系傢俬 或者用一些白色牆 就好像能夠營造那種感覺 但我看到你反而長身的顏色 就不是用普通大家用的白色 是用了一種比較灰色 或者是亂色系的一種顏色 你又如何去營造或者處理這種效果 是的 其實我們專門不選白色 而選了這種比較淺灰色的長身顏色 其實有兩個好處 第一 它在自然光的時候 它都會呈現比較白的一個效果 但它看上去其實有一種叫陰影的效果 亦都不會令到太過單調 我最滿意這個單位的設計 就是改動它的空間 令它的實用性增加 同時間亦都增加了大量的收納空間之餘 亦都可以增加它的空間 剛才你也提到一件事 就是護主就希望整間屋的感覺上 就更光亮一點 但我看到這裡每一棟樓 可能之間的距離都說不是太遠 都可能會阻擋到一些陽光 那你點起室內的採光方面 去令到陽光可以帶到進來這間單位裏面呢? 剛才我都提到 就是將客飯廳形成了一個長型的廳的設計 其實就可以直接將客廳的面窗 那些自然光直接帶到飯廳那邊 同時我們利用了一個長身的淺色效果 和地面的淺色效果 令到陽光可以透過反射 去令到整個客飯廳比較光亮 我們看完採光方面 我們再看一看地板 我看到地板這種物料都比較特別 就不是我們平時看到的 一些可能木材 或者用一些雲石做材質 而是一種可能 有點像我們平時在停車場 看到的那種物料 為什麼你會用這種物料呢? 其實我們這次放棄了 用傳統的木地板 或者是磚地板 原因就是屋主想營造一個真正無縫的地板 令到它可以比較衛生 乾淨和易打理 所以我們選了這款 其實這款地板不是一種新的物料 但它的好處是比較堅硬 耐用和抗一些化學物質 所以在這個環境 就比較容易清潔易打理 Kiefer 我們現在看完客廳的設計 現在一起去飯廳和廚房看看 好的 最大的挑戰在這個設計裏面 就是地板 這個自由瓶的地板 最重要是花心機和時間去進行 現在我就和Kiefer地道廚房的位置 Kiefer 我見到你將一個耿廚 改動成為一個半開放式廚房 那原因是在哪裏 其實我們最開始的時候 就是把飯廳和廚房對調 希望飯廳和客廳比較寬敞 至於在廚房方面 我們選用了開放式的設計 就是因為一入門口的時候 如果我們想營造一個比較闊落的氣氛 所以我們就決定設置一個半開放式廚房 那做一個半開放式廚房 對於一個家居規劃來說 又有甚麼特別的好處呢 其實它的好處就是 第一就是令到可以和家人比較互動 另外就是可以令到空間感更加廣闊 做一個室內設計 最怕就是太簡單太無聊 就會有少少沉悶的感覺 所以做室內設計的時候 就一定要在家居規劃到一個焦點的位置 就例如是這裡的空間規劃 設計師就在家裏加入了一個焦點 就可以打造整間屋的亮點了 我看到這個廚房其實是連接了圓關的位置 它裏面都可以加入了很多的收納空間 你一進入門口 你已經在旁邊已經有些櫃子 在規劃上又怎樣處理呢 是的 由於我們一進入門口 其實一般我們都需要大量的收納空間 去到收納鞋之類 所以我們一進入門口就做了一個高身的鞋櫃 而去到前小小的位置 我們亦都特意做了一個廚房的中度 其實這個原因除了可以增加廚房工作台的空間 以及備餐空間之外 其實它下面亦都是一個矮身的鞋櫃 全屋對於我來說最重要的空間就是廚房 因為煮食對我來說是一個創作的一種 亦都可以在這個過程當中令到可以減壓 所以我覺得廚房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看到這裡突然之間都會有一條柱 為何會把一條柱在上面 是想形成一個怎樣的效果 其實效果是因為它本身是結構柱 我就不可以改動它 既然我們要去修飾這條柱的時候 我就寧記一觸想到 我們不如安裝一個薄身的隱藏櫃 它有兩個用處 第一它是可以儲物 另外下面我們做了一個比較接合的吧桌 令到戶主平時可以有空的時候 可以在這裏入兩杯輕鬆一下 既然不可以改動它 那就不如增加它的可能用途 或者可以增加到整間屋的收納空間 我們不如再看一看色調上的問題 因為我看到裡面 就多數用了一些比較深色的顏色 就有別於我們剛剛看過的客廳位置 客廳那邊很多都用了一些淺色的桌 淺色的傢俬 但反而這裡的主調比較深色 為甚麼呢 其實我們剛才說到 我們的牆身和地下 都是選用一些比較淺色的顏色色調 所以在這個結構處這個位置 其實我們特地選了比較深色的木紋色調 去做一個對比 令到它比較有暖的感覺 令到帶入廚房空間裡面 我覺得這個單位最大的特色 就是廚房那邊的改動 因為改動完間隔之後 可以令到整間屋的空間感又大了 而且收納空間都多了很多 這個方面就真的要讚一下設計師KIF 廚房空間裡面 你重新規劃所有的廚具 以及收納空間的擺放位置 在裡面你又如何增加到整個廚房的實用性 其實在廚房那些廚櫃 我們就放棄了用一般牆身的掛通 而採用了大量的拉欄 那些拉欄其實就是在廚櫃裡面 它可以很活動式地延伸下來 令到我們可以擺放更多的廚具 或者是餐具 那我們今節就和大家看完客廳 和剛剛看過的廚房位置 一會兒我和KIF一起看一看飯廳 和主人房和小房 究竟有什麼設計要怎樣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見 我的理想家居就是 必須要有充足的空間感 和配合色調配搭 再加上自然光 令到空間更加舒適 我認為一個好的設計師 除了有足夠的專業知識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和客戶充分溝通 了解他們的實際需要和要求 從而從而在這方面設計出他們理想的家居 回到自腐通設計家這個環節 今節我們現在就身處於飯廳的位置 Kifa 我想問問你 飯廳的位置我看到都有很多收納空間 而且每一個收納空間的用途都不同 可不可以和大家介紹一下呢 好 其實我們飯廳裏面 我們做了一個吊櫃和地櫃 而這組櫃其實是由廚房延伸過來的 我們想打造一個連貫性的 因為我們做了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我們希望做一個連貫性的貴身效果 既然想帶出那種連貫性 當然物料的選擇 或者色調的選擇都很重要 在這方面你又是怎樣去設計的呢 其實我們首先地面 我們選擇比較淺色的顏色 所以我們在地櫃方面 我們特地選擇一些比較深色的物料 去做一個對比 而希望令到整體的牆身效果沒有那麼重 我們在吊櫃 高身櫃方面 我們便選擇比較淺色的物料 如果想像一個好的室內設計 我們不應該把自己喜歡的東西放進去 例如喜歡的顏色風格 如果全部放進去 就會有少少混亂的感覺 所以一定要預先設好自己想要的 顏色、色調、風格 然後再做一個設計 這樣才是最好的 我們看完櫃之後 我們不如再看一看我們身處的這張餐桌 既然我們在飯廳 那一些飯廳的桌或椅的選擇都很重要 可以影響到整個客廳和飯廳的效果 那你又是如何去選擇這種傻屎 我們在減擬傢居方面 營造一個比較簡約和自然的效果 首先我們要配合整體櫃設計的物料 然後再去選擇所需要的活動傢屍的配色和材質 除了一些可以活動的傢俬之外 有些飾品可能會安定在這裡 例如是燈飾 我見到你在這個單位的燈飾選擇上 都花了很多心思 可能每一盞燈出來的效果都不同 你選擇的時候 或者建議護主選擇的時候 又會怎樣做呢 由於這個單位樓底不太高 是標準8呎左右 所以在一般的燈飾選擇方面 我們選擇了比較薄的貼頂的天花燈 但是護主也希望有些特色的效果 所以我們在客廳選擇了一盞比較特別的吊燈 其實那盞吊燈的原理是採用光線的反射 反射在天花板的底盤 令到光線可以很柔和地散佈在客廳 除了那盞燈之外 我看到你旁邊都安排了不少的射燈 放在那裡 那又有什麼用途 射燈方面主要是營造一個氣氛 令到晚間的時候如果不想太光 我們就可以把射燈 調校射在牆的方面 令到有一個效果 好的 那我們看完這裡的設計之後 不如我們一齊入主人房 看看主人房裡面的設計又是怎樣 就這樣了 我覺得一個家最重要是有家的感覺 即是一回來家就有一種家的感覺 例如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加入多一點溫通的元素 就可以一回來都有一種很舒適 很溫柔 很溫馨的感覺 Kiva 主人房這裡又做了什麼空間上的規劃 以及間隔上的改動 在主人房裡其實原本是兩間小房 我們將它打通了 令到空間擴闊了很多 而且我看到一進來 已經用了一個燙門的設計 十分之省位 當初為什麼會用這個設計呢 沒錯 因為我們打通了兩間房之後 我們要封一支門 而另一支門 其實正正會位於大房的中間 所以如果我們用傳統的隱瞞 隱瞞就會好作為秘房 我看到你在房間的規劃 以及它的顏色色調上面 處理都很特別 因為你特別是會用一些比較深色的門框 但反而不是用一些跟牆 或者地板相近的顏色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地板和牆身 是選用了比較淺色的類似的顏色 所以我故意將腳線和門框 用比較深色的顏色 去做一個連貫的效果 除了門框的顏色特別之外 我看到一進來主人房 已經覺得整個色調 跟外面客飯廳有很大的分別 因為外面可能比較沉實 用一些淺色和木色 但進來加入了一些比較鮮艷的顏色 對 在主人房我們都選了比較淺色的木的元素 還有我們加入了護主比較喜歡的藍色 再加上一些比較金屬的線條的點綴 營造一個比較舒適的睡房氣氛 還有我看到這個床框的線條 都不太不直 反而是有些像一把線的形狀 為什麼會有這個設計呢 沒錯 我們在這張床的設計方面 由於做了三邊落床的效果 兩邊都會有一個通道 變成兩邊都有一個床頭櫃 在床背板上 如果我們把背板垂直去安放的話 那些電掣或插梳就會比較難去接觸 難去控制 所以我們專門做了一個角度 令到平時睡覺的時候 都很容易可以開關 我的Dream House都是一個涼房間隔 兩口子生活 我覺得只需要一間睡房和一間書房 其他地方都不需要太大 或者太有裝飾感 但一定要有少少設計感 例如加少少特色場 或者加少少家居飾品感 都是不錯的 剛剛說到一個重點 就是這個睡房裏面 做到一張五呎大床 還要做到三邊落床的效果 在空間規劃上面會不會有一定的難度 沒錯 我們在這間房間做了一個升高地台的設計 令到可以擺放一張五呎寬的雙人床之外 亦都可以做到三邊落床的效果 那就可以令它可以在空間感上大些資源 下面也可以擺放他們應該要擺的東西 我們看完這邊的睡眠區域之後 我知道這間主人房 除了有睡覺的地方之外 還有一個衣帽間 那你又是怎樣去區分兩邊的用途 我們就用了一個叫做夾絲玻璃的唐門間隔 這個夾絲玻璃其實它的好處 就是它不會直接看通了衣帽間的空間 有一個比較半私隱的效果 亦都可以令到比較整齊的效果和感覺 還有用了拖門的設計 就比較省位 不用預留空間做打開門改一下動作 還有我看到你衣帽間裡 可能就不是我們平常見開的一個個衣櫃 反而用了一些衣架 是的 我們就放棄了用傳統的衣櫃鑑板 我們就用了一些比較輕盈的掛通 這個好處其實是可以令到在儲物和掛衣方面 是更加靈活和掛得更多衣服 女護主一定很開心 因為女士看到自己的衣服可以全放出來 就不用逐個逐個櫃桶去拿 就可以一打開自己的衣帽間 就可以挑選到自己心愛的衣服 我知道這個單位除了這間主人房之外 還有另外一間比較細的房間 那間房又有什麼用途呢 那間房其實暫時護主的要求是做一個書房 還有擺放了一個接合的健身器材做這個健身房 他們也有計劃避留在將來有機會做一個改動的時候 給未來家庭生成員加入的時候可以做一個改動 現在暫時可能被男護主或女護主用來工作用 或者擺放其他雜物 還有現在疫情期間可以擺放自己的健身器材 做一下運動 沒錯 就可以強健自己的看法了 我個人比較喜歡用一些新穎的建築物料 去配合簡藥設計風格 去突顯每個設計的細節 Kiva 我們現在來到浴室 浴室這裏的設計 你又下了什麼功夫下去呢 其實這個細細的浴室我做了兩個改動的 第一就是把門口移到位置 另外就是把座廁和洗手盆的位置調整 為什麼要做這個改動呢 因為原先的洗手盆位置只有兩尺 上面的鏡櫃亦儲物空間很少 所以我們就把座廁的位置和它對調 同時把入口門的位置移到後 改裝為廁門 令到新的鏡櫃和洗手盆有五尺 這麼多的儲物空間 我看到這裏的設計 很多都用了很省位的設計 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用了很多的收納空間 一些櫃和一些挑通的牆身 用來放一些浴室用品 那我們今天就看完整間屋的設計 就要問你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全屋的設計 裝修連架司的費用 一共是多少錢呢 這個單位的裝修連架司 大約用了六十五萬左右 好 今集謝謝Kiv 和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關於這間屋的設計小提示 我們下一集的設計家 繼續和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 由於每一個人需要的東西不同 或者他們的生活習慣都是不同的 所以原則的間隔 未必適合每一位的護主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 改造間屋的話 就預先和設計師溝通好 究竟你有什麼需要 和需要怎樣改動間隔 然後就去做出 最符合你生活需要的家 然後就開始了 如果你都喜歡這條片 記得Like Comment和Share 還有記得Subscribe 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和Facebook Page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就可以留意到我們最新的資訊